阿妮堂姐,今天要给我们说什么故事呢?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站起来的小故事 一位父亲很为他的孩子苦恼 因为他的儿子已经十五六岁了 可是去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 于是父亲去拜访一位师父 请他去拜访一位师父 去拜访训练自己的孩子 老师父说 你把孩子留在我这里 三个月以后 我一定可以把他训练成真正的男人 父亲听后同意了 三个月之后 父亲来接孩子 老师父安排孩子和另一位徒弟进行一场比赛 以展示这三个月的训练成果 但对方一出手 孩子便一声倒地 他站了起来继续迎接挑战 但马上又被打倒了 他不服输 于是又站了起来 就这样两人来来回回一共十几次 这时老师父问父亲说道 你觉得孩子的表现够不够男子气概 父亲说道 我简直羞愧死了 想不到我送他来这里受训三个月 看到的结果是他这么不惊打 被人一打就倒 老师父说 我很遗憾 你只能看到表面的胜负 你有没有看到 你儿子那种倒下去 立刻有站起来的勇气和毅力呢 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气概啊 只要站起来 你倒下去多一次 那就是成功啊 真正的男子气概 不在于是否会被打倒 而在于被打倒后能否立刻站起来 面对失败 可以平静待之 重新再来 这种气概体现了男儿本色 这样的人可以被打倒 但永远不会被打败 所以请牢记这句话 站起来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从中有得到什么启发呢 欢迎大家到留言区留言和我们分享 喜欢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哟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